地遥者 其人如天 其之如神 旧之如日 望之如云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来到千古英雄人物 地遥的故事 我是东方 我是雪莉 上次我们说到 一领兵出发 直奔九婴儿去 醒了多日 到了城际地方一条胸水旁边 果然摇见两大队九婴之兵 一队纯是黑色 有一个较大的男孩子领队 一队纯是红色 有两个较大的女孩子领队 溢在路上 早将这九婴的来历向重兵士说明 重兵士心中均已明白 古人说得好 见怪不怪 奇怪自败 一到镇上 义的兵士各个向他们大叫导 看你两个妖怪 死期到了 还不快逃 那九婴听见这话 料之事情败露 不禁惊慌失措 想要逃走 进不起这边义和缝蒙的剑 如雨点一般射来 顿时把九婴通通结果了 其余都是携从来的百姓 一令兵士大叫 降者免死 于是九婴的兵都纷纷投降 这一回 镜子马到成功 并没有交战一次 把西方来驻战的诸侯都惊得呆了 有了此前递制两师兵的失败 越显得这次逃堂兵的神奇 于是西方诸侯和人民的心理 无不轻心吐胆 归向陶唐侯了 写说一杀了九婴之后 一面派人去武都山采取雄皇 一面即率师镇旅归国 陶唐侯率臣下为劳一番 字不消说 过了多日 武都山雄皇采到了 一拜祠桃堂侯 又要出征 乌成子送他道 老将此去 杀死八蛇不足为奇 不过八蛇的皮肉很有用处 老将杀了八蛇之后 他的皮肉请为某收存一些 勿忘勿忘 义问道 有什么用处吗 乌成子道 可以治药 治心腹之极是极灵燕 义唯为答应 于是又和冯蒙带了一千兵士 指向云梦大则而来 一日到了铜百山 只见一人面黄鸡兽 倒在山坡之上 义盲叫兵士救他起来 问他姓名 又问他何以至此 那人道 某姓凡 名众文 原住在凡山的 前日天子派兵来供八蛇 没有成功 那条八蛇却更加肆虐 百姓只得弃了家乡 四散逃命 我是要去中原投奔叔父的 可是走到这里 身无分文 饥饿南亚 倒在这里 要不是遇上你们 可能就只能待毙了 义听了 急忙叫兵士给他饮食 等他恢复气力之后 义又问他道 这八蛇到底是怎样一个情景 你知道吗 樊仲文道 当初八蛇沿着云梦大则 向东来的时候 某一层倡议 联合乡里的人去绞杀 但是弓箭的力量所及 远不如他毒气喷得远 要是有办法抵御他的毒气 那除灭他应该是不难的 义又问道 你对那边的地形熟悉吗 樊仲文道 家乡之地很熟悉 义于是就告诉他 自己是桃堂侯派来诛灭八蛇的 对蛇的毒气已经有了对付的办法 问他愿不愿意给大军做个祥岛 如不愿意也不勉强 那樊仲文一听是桃堂侯大军来杀八蛇的 不由大喜 连声答应愿意 走到离云梦泽不远的地方 一便吩咐樊仲文带了二十名兵士 前往探听八蛇消息 究竟此刻藏在哪里 去的时候 每人给一包熊黄 叫他们戴在身上 也条些擦在鼻端 或弄些吞在府中 仲文等领命前去 亦等大军随后 过了两日 仲文等回报说 那蛇现在云梦大则东边 一座山林之中呢 一听了 便叫兵士们每人预备柴草两树 每树彩草之内都安放一包散碎的熊黄并火种 各个备好 又另外发给每人一包熊黄随身佩戴 临时如法实用 告诉兵士说道 假使碰到八蛇 你们个人都将所拿的柴草 先将一树烧起来丢在地上 随即转身退回 我自另有处置 又和冯蒙说 他们兵士的剑都射不远 我和你二人每人各带十支剑 剑头上都富以雄黄 应该就可以结果他了 冯蒙道 弟子看来 斩蛇斩七寸 能够射他的七寸最好 但是他身躯太大 七寸恐不易循 还是射他的两眼 老师以为何如 一刀 几时 那么你射右 我射左吧 记忆已定 继续向云梦大则行进 前队来报 说八蛇在对面山上 已经望见了 一听了 寄予冯蒙上前观看 只见那蛇正在山上 晒他的鳞甲 头向西 朝着大则 那头足有车轮一般的大 张口吐蛇 填闪不止 好不怕人 周身鳞甲 或青或黄 或黑或赤 几乎五色俱全 细看他的全身 除一部分在山石上外 其半身还在林中 从东林挂到西林 横更半空 也如一道桥梁 众人看了 无不害意 正在指点之时 那蛇似乎有所觉察 把头昂起 向北旋转 朝着一等 一颗逢蒙一剑 不敢怠慢 两只剑 早已如一对飞黄 直向他两眼而去 接着又是两剑 看准了 搜搜射去 巴蛇受伤腹痛 他的那股毒气 亦是喷波而来 这面兵士早已按照 义的吩咐备好 一千树的柴草 顷刻烧起 雄黄之气 覆列席人 凑桥北风大作 将雄黄烟 卷向巴蛇而去 这时烟气弥漫 对面巴蛇如何情形 一时也看不清楚 但听见 大声抖起 震动远近 仿佛是山崩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 烟气渐渐消散 仔细一看 对面山上所有树林 进行摧折 山石一崩塌了一半 却不见巴蛇的踪影 冯王道 巴蛇逃了 我们赶过去吧 一道 此刻日已过午 山路崎岖 一去难回 恐有危险 不如先派人去探听为师 正在说时 只听见东面山上 又是一声大响 众人转眼看时 原来巴蛇已在东山了 忽而昂头十丈之高 忽而将身盘起 又忽而将尾巴吊起 四面乱击 山石树木 给他摧折的又不少 原来那蛇的两眼 却已被翼和缝猛的剑射瞎了 本来想直窜过来 因雄黄气味难当 又因眼瞎 变不出方向 所以乱窜 反窜到东山去了 只是他口中的毒气 还是不住喷吐 幸而北风强劲 意他们正好是处在北面 不受影响 又过了一回 那蛇忽扶着不动 想是疲乏了 冯猛道 看这个情形 他的两眼却已瞎了 我们再射两剑吧 意道 即逝即逝 于是两人粘弓搭剑 瞄准了 又连射三剑 剑剑都中 有一剑仿佛射在他的要害里 那蛇疼痛难当 又乱撞乱串起来 后来仿佛有点觉得了 望着一等所在之处 竭力穿过来 众人猝不及防 赶快后退 一面将柴草烧起 向前面乱投 幸喜那蛇眼睛已瞎 行动不免迟缓 未曾被他冲到面前 给烟一熏 又赶快掉头回去 然而有几个人 还是受了毒气 煞尸间周身浮肿 闷倒地上 以及叫人将所带的雄黄 冲水灌服 约有一个时辰 腹中疼痛 泄出无数黑水 方才保全性命 亦可见 八舌之毒了 第二天 吩咐众人又重新准备了柴草 雄黄 再去寻找八舌 沿途只见三十树木崩坏 道路都被堵塞 走到一处 但见地上有一个雪魄 心会难闻 雪魄中却近着一只剑 冰师认识是义的剑 急忙取了出来 哪知这双手顿时红肿 情之中了蛇毒 急忙用雄黄调肤 方才平服 又走了约有两里路 忽有一兵士说道 前面盘着的不就是那蛇吗 众人一看 宛如一个大土堆 灵甲灿然 乡离已不过几十丈路 异教军士先烧起柴草 又和冯蒙及几百个兵士 一齐放剑 那蛇又中了无数剑 痛急狂扭乱串 到底受伤过重 又为雄黄所致 串了多时 已不能动弹 义等怕他未死 还不敢逼近 又远远射了无数剑 看他真不动了 才敢过去 只见他的头唇是青色 身子大部分是黑 而杂以青黄赤三色 其常不可约计 真是义务 众人就要去斩他 义道 且慢 再用雄黄在他头上烧一烧看 兵士答应 烧了柴草丢过去 哪知他逾气未尽 昂起头 居起身躯 仿佛还要想逃的样 但是终究不行了 倒了下去 连一部分肚皮都翻向天了 众人知其已死 一道 且待明日再细细收拾他吧 于是大众仍旧回营 到了次日 异教兵士背了无数刀 锯 斧 鑿之类来处理那蛇 告诉士兵 留些那蛇的皮肉 带回去给悟成子先生 大家知道了 由此用处就个人都取了些 剩下的皮肉骨质 就通通堆在大泽之边 加了泥土 足足有一个丘陵的养膏 后人就将这个地方取名叫巴林 亦可以想见巴蛇之大 好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东方 我是雪莉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